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袁童拜见神尊 袁童愧对神尊 你为保家族不衰 藏下袁征家书 隐瞒战报真相 这一切 本尊都看在眼里 自从决定帮你袁家起 本尊已将后果看得非常清楚 亦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 但你不该不择手段 妄动杀刑 是你将袁家的路给走绝了 原同有罪 袁童有罪 你太年轻了 莽撞而且愚蠢 当年元征是从天兵一步一步做起 历经八万余年 终而能成为四大战将之首 你呢 你凭什么 原同羞愧 这五万年来你空坐其位 连半点都没学得 天族战将该有的责任以及弃度 今日本尊要废女五万年的修为 你可服气吗 任凭神尊处置 神尊 谢神尊 去从天兵从头做起吧 神尊 神尊不驱赶我族 还将我留在军中 云童败谢神尊 你还欠她一个道歉 灵溪仙子 都是云童的错 还要罚你这一百年间不得吃饭 还有之前坐镇北海所得的奇珍异宝 都要给灵溪 当做你伤害她的补偿 是 走吧 你笑什么 没笑啊 多谢神尊 为小仙讨回公道 本尊承治原童乃公事公办 与你何干 哦 嗯 嗯 猪猪 什么人啊 都说让你住手了 到底什么人啊 苍头落尾 萧萧之辈 给我出来 谁苍头落尾了 我不就站在你面前吗 创神弄鬼 不要拔我 我 你不要拔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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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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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去 疼死了 疼死我了 刚刚是你在说话 当然是我 我 我掉头发了 我又掉头发了 我又掉头发了 你是一株花药精 是啊 你没见过啊 确实不太常见 不要再拔我头发了 我 我是个女仙 没有头发会很丑的 我都快被你们拔成秃子了 算了 我怎么有人跟着我 我都不配了 我最早就会拔成秃子 要在你身上 如果能拔成秃子 要是你身上的 一身上的 我只能拔成秃子 你身上的 你身上的 不说宝石人形 起码应该寻个洞府什么的 怎么还能以药材的样子 随便待在路边 洞 洞府 什么是洞府啊 算了 你跟我走吧 去哪儿 跟我去逃灵啊 你在那儿可以好好修炼 不用担心一觉醒来 便别人扔到酒罐子里面去了 那我跟你走 就不会有人再把我头发了 不会 回家喽 多稳一点啊 知道了 不要骗我了 这是郑阳香 取郑阳之火炼制而成 它气质清雅 蕴含温阳之气 常燃殿中 可见神尊寒疾之苦 多谢 分内之事 亲爱医官 本座有一事不明 还望医官点拨 上身请讲 敢问医官 我师兄服此药也有些时日 为何寒疾反复发作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神尊长眠长生海五万余年 所受寒气之重 不是区区几瓶丹药 就能化解得了的 那怎么办哪 青阳医官 冰雪聪明 法术高强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吧 神尊自服药以来 难道不曾见任何好转 的确渐轻 但每到午夜时分 寒气仍难自控 寒疾反复实属不盖 神尊可有听我的叮嘱 未在妄动法力 妄动法力 神尊体内的寒气 早已轻视四肢百骸 我要妄动所被丹药 讲究的是徐徐途之 故本陪远 一旦神尊动了法力 极寒之气随法力游走全身 再强的要力也会被法力冲散 又何谈效果 青阳医官 休息到我师兄这个份上 早已是言出如法随 一言一行皆有无形法力 出门行走更是瞬息千里 怎么可能不动丝毫法力呢 那就不是青阳一个小小医官 能左右得了的了 神尊自己的身体 还得靠自己照料 若真的难以自控 倒是可以用九龄之术 封了你一身仙法 像个凡人一般 过个三五十年 可能也就不要自愈了吧 这个方法倒是不错 我觉得可以试试一下 若是没有别的事 小心先告退了 不送 你怎么可能这样